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洲和美国方面也分别有不同程度下跌 其中法国下跌稍微多一些达到1.1% 英国则下跌最少有0.2%的跌幅 美国方面也是一样三大指数继续了第三天的连续下跌 但是跌幅也非常有限 最多的大约是0.5% 少的约0.1% 其中苹果的股价是目前连续两个交易日出现了下跌 跌幅也稍微有一些大 在其他方面黄金价格目前继续维持在1268附近 那么这也是在冲击了1300失败之后 一个较大幅度的回调 而原油价格目前则保持在46美元附近 那在今天我们着重跟大家说一下的 就是现在最近说到澳洲本地经济的时候 说到的现在的澳洲矿业恢复之谜 那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澳洲的主流媒体上看到呢 说法有很多 说到澳洲现在的矿业已经从之前的低谷开始恢复 包括了澳洲央行在内多个机构呢 都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话虽说这样是没有错 但是在我看来呢 他们说的恢复和我们理解的有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 首先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呢 现在说的是恢复 什么是恢复啊 是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矿业的这个时期 还是恢复到2012年那个时候啊 这个中国三年量化宽松之后的这个时期 还是仅仅呢 是从巨额亏损恢复到呢 开始盈利 这些情况它都叫做恢复 但是差别呢 却不是一点半点啊 那简单的来说呢 现在的恢复呢 我们更多的是表现在一个财务数字上的恢复 我们知道在2014至2015年 全世界的矿业 包括石油也好 黄金也好 都经历了一个低谷 大部分的矿产企业的亏损呢 是高达了上亿元 加起来呢 整个行业多达百亿之多 那么在之后的两年呢 矿业公司是努力的偿还债务 同时呢 也是大幅降低了他们的资本开出 资本的这个支出 那另一方面呢 毫无疑问的也会减少相应的这开采支出 换句话说呢 通过减少支出 加上呢 矿业价格的回升 使得在去年下半年开始 矿场也终于开始呢 扭亏为盈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 不可忽视的是呢 代价虽然是扭亏为盈了 但是其负面的效果 或者说负作用 就是全行业的在勘探方面 在新挖采方面呢 是严重的衰退 或者说就干脆呢 原地不动 如果我们说前几年 或者行情好的时候 澳洲是这个啊 大手大脚的花钱 那么现在呢 澳洲的矿业企业就变成了一只铁公鸡 几乎来说是一毛不拔 能不挖心动 就不挖心动 争取在原来保守的稳定的 能够盈利的老项目上 再有新的发展 而不会投入巨资 去开发新的带有风险的项目 所以说如果我们知道了 是这样的一种恢复的情况的话呢 我们还能够觉得 现在的经济 或者说现在的矿业 是真正的恢复吗 其实在我看来 这样的恢复 其实对社会本身的作用 并不是太大 不论是雇佣的人数 还是上缴的利税 或者说呢 对于整一个社区的发展 现在的这种恢复呢 更多情况下 在我看来 仅仅是一种财务上的好看 或者说对于股东来说 有一些利益 但是对于所有 除了矿业以外的人群来说 现在的恢复 还不如之前的亏损 那么我们知道 其实从2000年开始啊 这个随着中国大幅度 陈振华建设 澳洲的经济 也经历了一个幸福的20年 但是我们知道呢 这20年来呢 中国迟早不可能会有 这么高速的发展 一直发展下去 所以从2014年开始 中国经济开始放缓之后 澳洲的好日子 可就没有这么好过了 俗话说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在矿业经历了 接近于20年的疯狂之后 现在呢 脚步开始放缓 但是之前已经过习惯了 幸福日子的澳洲经济呢 毫无疑问 就会非常的不适应 虽说我们知道呢 这个啊 其他的行业正在努力的追赶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说过多次 今天再次重复 矿业在衰退之后 所产生的巨大窟窿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行业 能够弥补 那么这么说来 是不是澳洲经济以后 就不堪一击 一塌糊涂呢 其实我们也不用完全悲观 我们知道 澳洲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其实和加拿大一样 即便是在矿业最低潮的时候 持有当时加拿大 这27块钱的时候 加拿大经济也在发展 包括了铁矿石 到30多块钱的时候呢 澳洲的经济也在发展 但可能速度 不会像以前那么快 但是我们知道呢 你越是这个 短期来看呢 是短平快 发展迅速那些东西 时间肯定持续不了多久 但是只要现在移民人数 在源源不断的涌入 那么未来的消费力 还是能够继续保持的 所以说在我看来呢 首先我们今天的观点 要说的是呢 澳洲主流媒体上说到的 澳洲矿业已经恢复 在我看来 还不如说 仅仅是一个没有死去 现在呢 是一个大病出癒的状态 根本就没有力气 能够帮助经济的发展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推荐产品 说的是黄金 我们知道黄金价格 从五月中开始呢 是四小时突破之后 是一路上涨 在上周四周五的时候 曾经一度 厂上冲击 1300美元大关 但是没有成功 从1300直接 掉到了1264附近 但是目前呢 虽说它还没有打破 四小时的关键线 但是目前距离1264 这道支撑是非常的近 一旦这个价格打破 那么下一道支撑线 可能就是在1243附近 所以说呢 黄金价格呢 我们知道它是时不时的上涨 时不时的又下跌 当目前在连涨了 接近于一个月之后 目前有可能会出现一波下跌的信号 我们呢 要密切注意黄金价格 一旦金价跌破1263 超过四个小时以上 我们呢可以在中期考虑看空黄金 那么最后呢 今天晚上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在澳洲时间6点30分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年度CPI数据 这个数据对于英镑来说 影响将会非常之大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